总共我刚刚有提到 我会把每次上课的影片 放在这个我们的数位学院里面 所以你们将来可以在数位学院里面 可以看到那个每次上课的影片 放在这边 另外还有作业 我也试着 因为作业这个 数位学院我也是第一次使用 我这边有一个这个作业 那你们就把它绞交上去 上面的话就会有你们的绞交情形 那每一次基本上 如果我们有练习的话 那我都会希望你们可以交作业 主要原因是确定你们是做了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蛮强调实作的 如果你没有动手做 其实说真的 你说你会 我是觉得还是有个落差 我会觉得说你一定要动手 确定做出来成果了 而且我跟各位讲 不是做会之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除了要会之外还要熟练 什么叫技能 这是我非常熟练 你做很慢 我做很快 而且我又快又好 这才叫一个技能吧 你说你会 但是你做很慢 而且你还做的错了 那说真的就是 还不称为说是一个技能 有没有 所以是一种 所以 很懂的技能 就像那个日本那个职人精神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日本那个职人精神 一辈子就做一件事 把一件事情做到彻底 那当然就很厉害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 就是再稍微了解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把它打开上个礼拜的东西 那请各位特别注意 这个档案打开之后的话 有一个地方要特别小心 这边不是有个启用内容 对不对 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有录制聚集 有没有 把那个动作录下来变两个按钮 那如果说呢 你把它录制下来之后 要把它执行的话 那特别注意 这边会出现一个警告 就是说呢 已经停用 预设是停用 为什么停用 因为在很久以前 那个聚集这个功能 曾经发生过 所谓的聚集病毒的攻击 也就是说有人 利用那个Excel 里面的VBA 去写病毒 然后呢 去传播 也就是说有人 就打开了之后马上中毒 那以前的话 是没有这个防范机制 就是启用内容 所以后来他为了要防止怎么样 那个聚集病毒的传播 所以他就是在这边设个 有点像 让你警告一下 你到底确不确定说 里面有聚集 里面有城市 那你要不要执行 那因为是我们自己写的 确定是OK 所以可以打开 但是未来 如果假设你看到那个 别人给你的档案 有一个 启用内容的时候 那你就要斟酌一下 确定说 这个人家 这个人是不是可靠的 因为如果这个人不可靠的话 或者来路不明的档案 然后上面又有启用内容 你千万记得不要把它启用 因为如果你把它启用之后 有可能会中毒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那因为这个我们自己写的 没有问题 好 启用一下 那你就发现 启用内容之后 你按一下这个串接 它就会被执行 按一下清除 但是你刚刚如果没有启用内容 跟各位讲 你点下去 它不能执行 也就是说你这个即便有写程式 也都没有任何作用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所以上个礼拜都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来自己写程式 那什么叫自己写程式 所以接下来的话 一样把那个 Video Basic环境打开 在那个制定功能区里面 把开发人员记得先打开 因为这个每次上课都会还原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开启Video Basic了 那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写程式的地方 写在哪里呢 写在这个模组里面 有没有 Module 1 这个是写这个两个按钮嘛 所以其实两个按钮呢 其实对应到我们的VBA的话 实际上就是两个SARP了 有没有发现 这个SARP有没有 其实就是对应到这个按钮 这个SARP对应到这个按钮 那这个SARP的话呢 就是对应到这个按钮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写按钮的话 其实就是把SARP写出来 让它可以执行 就OK了 然后写在哪里 记得一定是写在模组里面 有没有 如果假设你要再新增其他的模组 或者是说你要写别的按钮程式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直接写到这个的下方 是OK的 或者说你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另外再开一个模组 写在另外一个模组里面 可不可以 也可以 两个方法都可以 也就是将来记得 你要只要 要写VBA的程式 那一律 就写在模组里面 这样就OK了 除非有特殊案例 所以以后要写VBA怎么开始 不外乎就是开发人员 Visual Basic 然后如果没有模组 你就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把SARP写在里面 并且产生暗鸣 这样就OK了 所以这个的话都是固定的SOP 所以以后反正你就会记得 因为我发现书上写的实在太多 或者有时候讲太多 同学都记不了那么多 所以我跟各位讲 反正你就记得这样就够了 以后你就这样写 就可以执行VBA了 其他当然呢 暂时不记也没关系啦 因为我觉得如果讲太多 你记不起来 当然讲多也是多余 反而是障碍 增加你这个学习上面的脑袋 脑容量的一些垃圾吧 OK 当然呢 我不是说其他都不重要 当你已经学会了 你想要再多充实 你可以再去看一下坊间的VBA书籍 你会发现 这个我们比较能够懂 但是我发现很多人 完全不会写程式 看了一堆程式的书籍 越看越痛苦 为什么 因为好抽象啊 这写什么东西 所以我觉得啦 最重要的是你先做做看 你会做之后再去看 你会发现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我觉得这种比较实作性的课程 偏重的还是在动手做 也就是你做出来了 其实你就会了啦 那那个书 其实充其量就是参考书啦 或者叫说明书嘛 然后也不一定要从头到尾 每个字都去细细迷离的看 因为它其实不像 那个什么呢 文学性的书籍 文学性书籍是可以从头到尾慢慢品味的 但是电脑书 不是要你细细去品味 所以你如果念电脑书的时候 千万不要傻傻的从头到尾看 你会不会很痛苦 而且你会发现 写电脑书的作者 通常也没什么文采 里面也没有什么任何的修饰 反正就是很直白的 而且字句也非常的不通 不是不通不顺 看了就很痛苦 明明很简单的东西 你干嘛写那么复杂 对不对 而且还写那么厚一堆 对不对 当然就读起来很痛苦 所以其实为什么没有那种 感觉那电脑书看起来 哇 好有文采 对不对 感觉读起来很愉快 好像很少 有没有 为什么 因为好像会很极端 会比较有人文素养的人 通常电脑都不好 是不是 电脑很好的人 通常没什么人文素养 我不知道 是不是我这样讲 会不会得罪很多人 但是这是我的感觉 在台湾好像 不是太台湾了 好像慢慢就有这种趋势 OK 而且很有城市素养的人 不见得觉得人文素养很重要 OK 那有人文素养的人 不见得认为 这个城市素养很重要 那其实我觉得 这两者之间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鸿沟 应该是说 因为城市本来是解决人的问题 让人可以解放出来 能够自由地工作 对不对 而不是说 你今天帮你绑住 对不对 所以其实 应该是两者之间 要并被 就并存的才对 有没有 你又可以很愉快地工作 然后呢 你工作 你生活 你工作的内容 又是很有品质的 那不是何乐而不为吗 对不对 而且科技的产生 本来就是解决人的问题 对 OK 不是说你今天 你懂了科技 就够了吗 那当然就是比较 微物的 就停留在那种层次 在那边而已 但是人除了说 基本的生存 有没有 吃饱饭之外 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 对不对 OK 所以其实 是不是可以把两者之间 互相都给兼备 那最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我在了解这个技术的时候 我是比较用 比较 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你会发现 我在教这个课 其实很有我的style OK 因为这是我自己 用我自己的方式 去理解这个技术 那主要是用在我的需求上面 OK 所以你们也可以有个想法 老师那我是不是也可以 用我自己的想法去看待这个工具 可以 绝对可以 因为每个人的需求 绝对不一样 所以你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这个东西 假如说用在我的领域上 因为每个人领域不一样 是不是我应该去找找看 我需要这个工具的哪些地方 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工具 OK 你不要想象太多了 它就是工具 所以有时候买工具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说 这个工具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便利 而不是你买了一个工具之后 带来给你什么样的麻烦 对 千万注意 你现在买了工具之后反而麻烦 对 当然这个就是每个人 人的想法不同 所以这边请各位注意一下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要延伸就是说 那如果我今天要自己写VBA的话 那该怎么做 如果要自己写的话 那首先的话第一个 我们如果要写VBA 第一件事情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画面部分 请你再把工具 这个工作表再增加一个 所以请各位再复制一个 复制的话拖拉加Ctrl键 有没有 拖拉的时候呢 按下Ctrl键 然后再把左键放开 把这个工作表的名称 因为复制一样的嘛 改成叫VBA 第一件事 请各位就是在工作表里面 再帮我新增一个工作表 那第二件事情的话呢 我们就要直接写了 我们就不是用录制了 因为之前是录制的嘛 那今天自己写 OK 那录制因为是 怎么讲 那个也只有自己帮你写出来了 所以上礼拜其实一行程式都没写 但是它其实帮我们产生蛮多的 那第二个的话 请你把程式写在哪里呢 我们不要写在下面 我们另外再按右键 再插入一个模组 那会产生一个module 2 那请你把这个地方 再写一个 写什么 写一个sub 这个sub也有名称不要叫串结 因为名称一样 我们叫门号好了 那所以我们打一个sub sub开头 然后呢 后面的话 你就打一个叫门号的东西 门号这个名称 但是我要输出 结果是门号 那输出的方式 我是用公式 输出它上面的这一串公式 那直接就帮我丢回来的话 那我后面加一个底线 加一个公式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直接按enter sub 然后那个名称按enter 那你会发现 它会自己帮你产生后面跟下面的东西 那程式写在中间 那再来的话 字太小了 工具选项 把它稍微放大 撰写光格 大概打到14好了 ok 这样字比较大一点点 好 那我是建议 你们将来VBA就把它移到 我的习惯是缩小 然后移到旁边 为什么 因为我要一边看一边写我后面要做的事情 那我要写什么呢 我今天我希望帮我把这个储存格里面丢这一串公式 那这个储存格在VBA里面呢 我们会用一个这个物件的名称叫cell cell的话指的就是哪个储存格 那如果我要指向那个储存格 请你叫s cells 刮符之后的话 它会跳出说 你现在要指定的是哪一 有没有 rawindex指的是哪一列啊 那我要是第四列 所以你就输入4 豆点之后的话呢 它会跳到colorindex 哪一栏啊 那当然有两个叙述方法 你可以输入5 或者输入1 也可以啦 我是比较建议用那个什么 用名称 为什么 因为这边是1栏 对不对 如果你用5的话 你还要先算 尤其是比较后面的栏位名称 像U栏是多少 你也就要算ABCD 算了 直接另外一个方法 直接打这样吧 所以以后你看到 我打1栏的话 那表示就第5栏 所以哦 后面这个是可以用文字的 那前面那个是列的话 一定是数字 但就不需要去想太多 那我要把资料丢进来的话 特别最好 你就加一个等号 然后后面加一个双引号 OK好 那双引号之后的话 我建议你先打到这里 把这一段程式复制一下 贴到底下 OK 为什么贴到底下呢 因为其实哦 如果你把双引号放进去的话 那其实就是清除啦 所以你可以把sab后面的名称 再改一下 这个叫清除 因为我们要写两个 两个sab 一个是清除 一个是这个门号公式 那其实啊 如果里面是空的话 那你按一下执行 怎么执行呢 上面有一个 像play的一个按钮 你把它按下去 它就会直接 帮你把这一段程式 做执行 那我们来执行 给各位看一下 按执行 你会发现 发现了什么事情呢 有没有看到 在这边有没有 这边的东西不见了 也就是说 特别注意哦 这个等号 你不要一直把它当成 以前数学那个等号 在这里 这个等号的意思 它指的就是说 帮我把后面的 这一个东西 放到前面的这个物件里面去 OK 所以那个等于哦 千万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 一直卡在以前的那个数学 你就忘记吧 不是说等号啊 就是只有一个座右 没有啦 这个在这里等号 指的是把后面的东西 把它放到前面去 所以你会发现 我把它放到前面 这个指的是哪里 指的是这个 OK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里面是空的 那如果我们要把它恢复 要怎么恢复 特别注意哦 如果我要把它恢复 就在这里 那意思是说 刚刚那一串东西 你看那一串东西不见 没办法 我们可以从隔壁这个工作表 先拿来用一下 这个哦 把它复制一下 那复制完之后 记得按取消 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们刚刚的这个VBA的 后面这里就对了 意思就是说 如果将来你要输出这个公式的话 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你就直接把它放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然后它就会直接帮你丢到指定的位置 并且帮你执行了 这样就OK了 可是有一个地方要特别小心 哪个地方呢 在VBA里面前后双引号的话呢 它表示一个文字的开始 一个文字的结束 那当然如果里面是空的话 那就是没有资料 其实就清楚 那如果我要把这个双引号 放一个资料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各位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公式里面呢 也有双引号 也有双引号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把这一串东西的双引号 放到里面的话 会造成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VBA本身 这个双引号就用了 把它拿来当文字的开始跟结束 那你现在又拿这个放进来 它会搞不清楚 到底你这一串东西 这个双引号是什么意思 所以你会发现 假设我把刚刚这一串东西贴上去的时候 它会移开的话 你会发现 它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它搞不清楚 到底你这一串东西 有没有 它会出现错误 为什么错误呢 因为它看到这个了 这个到底 这个到底是跟什么结 它会confuse 就会搞不清楚了 OK 所以怎么办呢 这边有一个原则 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将来公式里面有双引号的话 你必须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原来的一个双引号 改成两个 也就是说 如果它看到两个双引号 它就说原来这个是你里面的双引号 而不是我外面的双引号 也是区别 OK 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像以前那个皇帝不是名字都要避讳吗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为什么它那个名字 它不是本来叫这个名字吗 怎么会全部都被改掉 因为它要回避一下 也就是我们用了这个双引号 你这边不能用 所以怎么办 把它一个变两个 所以这边都要一个变两个 但是请特别注意 这边有很多个 所以你要改的时候 记得前后那个不要改 然后只要里面的这些都要改 所以总共大概有这么多个 有没有 这个要改 只要里面的双引号呢 那你要记得 自己再补一下 而且我不能做错了 我讲过了 程式就这样 反正原理原则 规则之道之后面这个就不要 因为后面这个 这是原来的 所以也就是说贴上的 这一串公式里面 只要有双引号的部分 一律把它变两个 这样是规则 OK好 那我们做完了 再来的话把它执行 所以切回来原来这一段 我刚刚清除掉的这个区块 然后我现在再执行 门号公式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 它就很听话的 帮我把这一串东西 又丢回来到这边了 那你会发现 它就OK 而且你会发现 这边本来是两个 丢过来之后 它又恢复成一个 有没有 因为它看懂 我知道了 你那两个 那你应该是 你公式里面用的双引号了 所以我就帮你再改回来 贴几个 所以这个规则 可能要记得一下 所以请各位 先试试看 这两段 这两段程式虽然不多 但是每个地方细节都能 一个地方都不能做错 做错的话呢 就重来吧 或者是说你可以参考一下 那理论上 我在云端白板上面 也有做好的答案 所以待会的话你们可以参考 云端白板上面的 上面有城市 一模一样的 我刚刚写的东西应该是在云端白板里面 这个是上个礼拜的聚集 在这里 所以刚刚写的这两段 就会在云端白板里面的第九页 那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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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